嗨 大家好 今天來到我們的開給你看 那我們開了一個新的單元 叫做俄羅斯不可不知的教學術 到底是要教些什麼呢 今天就要教大家桌遊的特殊玩法 在俄羅斯的早教機構啊 甚至是幼兒園行之有年 今天就要大揭露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相關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以及訂閱我們的小鈴鐺 OK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我現在手上的這一個主大小 它的年齡其實從六家開始 但是怎麼樣的方法 可以讓早教機構的小朋友 就是大概三歲四歲的小朋友 就開始應用這一個桌遊呢 今天就要跟大家說 他們到底是怎麼使用的 有看到我現在桌子上面擺了很多盤子嗎 老師們在教學之前 其實會先把這個盤子上面 寫一個很大的數字 就是要讓小朋友開始認識這些數字 你可以一、二、然後一直寫到九 這一個數大小裡面其實有分兩種不同的牌卡 一個是綠色底的條件牌 然後這個白色底的這個叫做動物卡 那條件牌其實它裡面就有放了不同的數字 OK 我已經把這些都放在盤子上面 有看到就是有1一直到8 我們現在要運用的方法 就跟原本的遊戲方法不太一樣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也有很多動物卡嘛 總共有三種動物 有青蛙、刺蝟跟小鳥 你可以隨機的把這些動物卡發給小朋友 可能一個班上有四五個孩子 那你就隨機的發給他們 那每一個人拿到些什麼 他其實是不知道的 那你也不知道 那沒關係 好 譬如說我手上就拿到了十張或是五張 OK 那我每翻到一張 我就要去看 好 我現在手上的這個是多少 那我就要去丟進這個盤子裡 或者譬如說 你看我現在手上拿到的是三的刺蝟 那我就要丟進三的盤子裡 我現在手上拿到的是兩個小鳥 那我就要丟進二的盤子裡 好 那譬如說這個數字比較多 我們就跟孩子一起點數 1 2 3 4 5 6 7 8 總共有八個小鳥 我們就把它丟進八的盤子裡 其實在這個進行的過程中 我會建議老師們可以 在整個場域裡面放一點音樂 設定可能就是30秒到60秒 讓孩子隨著這個音樂的旋律 然後甚至可以自在的扭動他的身體 然後去把他接到這個任務 放進正確的盤子裡 全部放完以後呢 我們再來看孩子有沒有答對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我們能不能就跟著孩子的腳步一起動 好 當你全部的牌都放完了以後 你就會發現 欸 九其實是沒有的耶 那九為什麼要寫呢 其實數的概念就是 就是合併跟拆解嘛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讓孩子 在全部放完以後 一起來想想看 怎麼樣可以變成九 譬如說四隻刺猬的 然後再選一個五隻刺猬的 這樣加起來 點數出來是九 那我們也可以放進來 這樣是一個合併的概念 前期一開始我們可以先讓孩子 單純的去認識數字 譬如說我們剛剛丟了一堆 一在盤子裡面 我們就可以跟著孩子一起來看 這些是不是都是一隻 是不是都有放對 好 有放對的話 我們就進行下一個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衍生的做法 就是你如何讓原本要六歲以上的遊戲 降低年齡直接砍半到三歲 所以其實從幼兒園 你就可以開始建立他數量的概念 並不是填鴨式的教育方法 不是讓他一直寫一呀 而是直接培養他這個觀念 下一個階段 我們就可以開始跟孩子談 什麼叫做數列 認識數字跟數字之間的關係 一接過來是二 二過來是三 這樣數列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這個盤子 你還是可以持續的用 就是你可以讓孩子 把一放在最前面 再過來是二 三 然後把四 然後五 這樣一直接過來 這樣的概念 我們也可以從另外一個遊戲 熱氣球高塔 做更多的延伸 那我們之後就會做一集 如何讓這一款遊戲 原本是八歲的玩法 變成三歲四歲就可以玩 而且是另外衍生出來的遊戲方法 想了解更多 戰鬥民族 俄羅斯他們如何透過這些桌遊 來教他們幼兒園 甚至早教機構的小朋友的話 請記得按讚分享訂閱我們喔 掰掰 下次見